今天我們來到臺中港 看看巨型的風機葉片 相關的葉片 施工的機具 都已經一項一項準備好了 因為就在上個週末 臺灣首座離岸封廠已經正式開工 這座封廠總裝置容量將達到 128 MW 是臺灣第一座達到商業規模的離岸封廠 這座封廠的開工 同時具有三個重要的意義 第一 常常有得天獨厚的天然工廠的優勢 臺灣海峽是一項數一 數二的工廠 我們上家開發利用 不但可以落實能力自主 同時也能達到能力展現的目標 第二個重要的意義 就是透過離岸供電的發展業 可以同時帶動供電產業供應鏈的國產化 促進國內產業的增長和發展 第三個特別重要的 透過我們產學合作的方式 可以讓更多臺灣的年輕人 都有機會成為供電產業的人才 讓年輕朋友 可以留在自己的家鄉工作 還有很好的待遇 到了2025年臺灣的供電產業 可以創造新台幣一兆左右的 同時將近1.2兆的產生 大約是2萬個工作的機會 對臺灣的經濟會有整體性的帶動發展 我要以總統的身份 在這裡再一次強調 我要整個政府團隊中 從中央到地方 對於發展離岸供電 都具有共同的承諾跟別性 我會跟各位供電企業夥伴一起努力 實現能源轉型的承諾 共同感到臺灣離岸供電的盛視 以及我們的光景 最後 我也要在這裡 其他工程能夠順利進行 讓臺灣第一座離岸供電 可以在今月如此如此的完工 可以在這裡來看